現在的選舉委員會選特首的制度 其實都是非常有效地保障工商界 大財團和資本家的利益 因為他們選委會 現在是千二人 其實商界至少都五六百條 即是財經金融界有三百 然後很多專業界別的其他部份 都是跟資本家的關係非常密切 即是工程、建築等等、會計等等 加上人大、政協很多都是資本家 即是鄉新等等 很多都是有錢人 於是他們其實在制度裏面已經是保護得好 但是這個政治制度的設計 是其實整體上中央面對回歸 即是面對香港回歸的政治殘留一部份 就是他覺得要保持香港原有這個 譬如說低稅率、低社會福利 這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你要給到資本家相當的代表權 而反過來 就是80年代開始 當我們在民主化的爭論中 經常發生的一件事 就是資本家的一些代言人 會走出來說 如果全面候選的話 就會搞福利主義 例如免費午餐、高稅率、抽很重的稅 資本家會走出來等等 而這個當然 香港的資本家其實有部份的確是害怕這件事 而害怕會影響他們賺錢的環境 而正因為這樣 他們對現存的政制 其實他們視為他們利益的一個很重要的制度 例如說功能組別 包括了登首選舉的制度 其實都是他覺得 因為他擔心全面候選的話 其實可能就會變成一個 好像西方那樣 政府要高度回應民意 很可能就會增加社會福利等等 而這兩個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你說近十年來講 尤其是0371之後 中央去思考香港民主化 全面邁向民主的兩個很重要的課題 即是說0371為什麼說這件事 雖然0371一段時間之後 中央政府確認知到一件事 就是香港大部份人的確是支持民主 或者希望盡法有普選 即是說大部份人支持 起碼李敏爾的查文就是這樣 而如果長期都是沒有普選的話 對政府的認受性、正當性影響很大 而且持續有政制的爭執 每三、四年就會出來爭執一次 或者等短 這樣就對社會的影響很大 即是內耗的情況很大 於是但是 如果你說要他全面普選的話 他想不通剛才那兩套的問題 即是說第一 如果全面普選 他怎麼會被民主牌選到呢 如果他選到怎樣呢 第二 如果選到一個不聽話的怎樣呢 第三 如果選了之後 資本家作出一些違反資本家利益的政策又怎樣呢 就影響整個中央對香港的規劃 其實是他們困擾 困擾他們 他們未必一定是想得清楚有關香港民主發展的問題 這是我講的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 如果你看回近幾個月 即是近半年 如果你說說 唐英年和梁振英的選舉 叫做何俊仁 說時遲那時快 已經超過半年了 就由他們開始部署參選 公佈參選等等宣誓 宣布參選辭職 唐英年辭職 不經不得有關 但是這半年裡面 當然大家吃花生吃都很開心 因為我相信在座沒有人有權投票 沒有人有權投票 我沒有 我沒有 我不是選委 但是今次的特首選舉 其實你是看到不少的事情 不少的事情 如果你不從香港民主發展的角度來講 就是有 白癮也有記 就是說有辣有不辣 有利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當然 我不少社運界的朋友 或者政界的朋友 就是很擔心梁振英上台 會不會打壓言論自由 教別人怎麼寫報紙 做報紙 打壓公民社會等等 這是一個顧慮 但是我相信在整個選舉過程 有幾件事是比較特殊的 第一 當然大家看到 就是這個 就是醜聞滿天飛 醜聞滿天飛 每個禮拜都有 或者一個禮拜有超過一宗 分節節內 兩個人不斷爆發醜聞 搞得很噁心 但是搞得很噁心 究竟你說對香港民主發展是好 還是不好呢 就很難說 很難說得都說是好的 但是我相信這個制度 本質上來說 那個公順利 經過今次的選舉 就真的是所餘無幾 如果不是真的沒有了 如果不是消磨正中的話 都所餘無幾了 而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感覺的 其中一件事最無奈的 可能就是說 你搞得這麼噁心 但是大家是無法投票的 也都沒有機會去推第三個 即是第四個應該說 即我最後是第三個 沒有機會去推第四個候選人出來 去挑戰他 然後是否有第四個候選人 即是曾鈺成也好 葉劉淑儀也好 不知道誰也好 等等 其實那件事都完全是 視乎那百多 即是在那千二人裡面 去找不找到百多票 來提名的 而這件事我相信 對香港市民來說 是一個挺大的刺激 就是說過往 由自可 因為過往兩三次的特首選舉 其實很早大家都已經知道 是結果 那就沒有什麼醜聞 大家就彷彿一場委任 大家就說了 不可分 但是這次 由於有人企圖假氣真做 競逐民意 搞出一個大合法出來 但是大家就發覺 無論你喜歡梁 很喜歡糖 很喜歡河 都不喜歡都好 到最後 都不能投票 而這件事我相信 加上你和台灣的對比等等 其實我相信是對下一屆 特首選舉的時候 香港人的民主訴求 是大了很多 意思是說 我相信去到2014、2015 再去討論未來一屆 特首選舉的方案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很難再接受 就是說下一屆 2017 再來一次 翻兵 1200人 或者變成1600人 2400人 什麼都好 總之大家不可以投票 甚至乎現在你看到 梁振英都不敢這樣說 梁振英經常說 2017是一人一票頭 甚至不少的建制派 都暗地承認 而這樣玩下去不是辦法 有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今次的選舉 就是建制派分裂得很重要 包括工商界 工商界主體是挺憑英年 一直都是 到最尾也是 到最尾他拿過285票 大部分都仍然應該是工商界的選票 我不知道 因為是暗票 但是呢 但是呢 當然呢 到最後 一個屈美仇 中央政府說 我現在挺了 於是乎 就煽動所有人 反彈了 即是說 這裡有幾個很重要的變化 第一就是 剛才說過 香港的工商界 和資本家 其實很大的程度上 一直都是 擁護原有的不民主制度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覺得制度 保護得他很好 而今屆在選舉之前 大家一直都在想 繼續跟唐英年 唐英年就是一個 最能夠代表原有的現狀 維持現狀 的路線 一直繼續 當然 去到去年年尾 我認識不少的朋友 社會各界的朋友 回屆的朋友 社會 一些民間團體的朋友 有部分人真的 去了 心理上 支持梁振英 原因是 他覺得 唐英年 所有問題都不會改變 都一定會繼續 覺得香港不停 繼續